如果你手上有3000萬里 你會否換成香港身份值 這就是政府推廣的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有一句說話我覺得挺有道理的 就是如果你的人錯過移民金 那就用你的錢去代替 有錢人覺得他們的時間價值比錢更加重要 所以錢可以解決的問題不是一個問題 對比香港其他投資移民計劃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的計劃 對人的要求低了 但對錢人的要求高了 申請人成年合法 有錢 有錢程度是怎樣呢 兩年內他的證資產價值是有3000萬 給政府看可以讓你申請 對於有錢人來說 其實香港身份證對他們不是很吸引 值不值得 這就看香港身份可以有什麼優勢 而這個優勢值不值得他們拿3000萬 擺在香港坐一個錢的移民監 3,800萬的當中 300萬可以做全本證 做一些定期的 其中1,000萬可以買非住者的物業 另外那300萬就不買政府的 有很多的債券或基金 但香港正本還沒有出 即是你要買300萬在銀行 做一個零利息的 這個挺有趣的 他可以買一些基金、債券 香港究竟有什麼優勢 整個基建、法律、事安環境、教育、醫療 人的素質都相當好 不好的地方都很明顯 生活成本很貴 樓價很貴 貴對那些拿出3000萬來講 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現在這個環境 這個時制 拿出3000萬的人 他家底最起碼都成10 最起碼有3億 有很多人 就算他有幾億身家 他都未必拿到1000萬現金 而這個新資本投資者計算 基本上他叫做現兜兜 將3000萬搬來香港 這件事其實很厲害 有錢人覺得是一個問題 他有錢解決不了的 才叫做問題 現在就是用錢去買一個新品 他多了一個選擇 多了一個機會 香港實質上 他是一個跳板 或者一個叫PanB 說回以前的投資者移民計劃 大部份來香港 九成的人是華僑 假設你是中國公民 你需要搞一個 另一個國家的國籍 你才可以再申請 都挺有趣的 這件事移民公司會幫你搞的 正常來說 用3000萬過來香港的人 會不會需要香港政府給你福 其實也不需要 他們通常子女讀書都讀私立 或者國際學校 都不會進入公立 當然香港政府有15年的免法教育 給小朋友大劇 如果我有錢成這樣 正常都對子女去私立幼稚園 私立學校 或者國際學校讀 他享受香港福利 應該很少 所以香港政府研究出 這個人和計劃 那個人其實真的挺有勞 值得賺 都由你香港去建立一個金融形象 總體來說 我覺得是好事 現在問這個計劃的大部份人 最主要有幾類人 一個想回流 什麼叫回流呢 本身就是一個中國國籍 有一個就轉了其他國籍 想再回來 或者扣回中國一點 香港身份來說 是一個最簡單可以拿到的身份 只要擺錢就可以了 而德文那群人通常都有錢 所以對回流人士來說 是有一個吸引性的 而且他也是作為一個計劃 拿了香港身份證 再拿了通行證 就可以回到內地 相對來說限制很少 通常那些人拿香港身份 都是為了子女教育 因為香港在教育上有一個優勢 如果你把小朋友調過來香港讀書 有一點像留學 而且留學的成本比 把他推到歐洲 或者美洲那邊便宜很多 另外一件事 用DSE的成績是國際認可的 而且如果你進入國內的院校 他收身的分數要求又會低了 你有一個身份 你是有一個不是很平等的競爭 即是他的起跑線已經不同了 這件事挺有趣的 擁有香港永久身份證的人 都視為中國的那種 所以背靠第二個經濟體 其實挺棒的 那香港就是這麼漂亮